欢迎来到编编读书间 这是用交通大学出版社制作的Podcast节目 大家好,我是Apple编 身为一个编辑,从作者手上接到书稿 到完成一本书的出版 中间经历的其实很像怀胎十月 当我们把书含辛茹苦地催生出来后 就会把书送到书店 看能不能帮他找护好人家 而出版者与书店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连接 大家都是把作者心血推收到读者面前的人 在接下来几集,我将会邀请一些书店主人 来和我们谈谈他们与书店的爱恨情仇 今天是开播的第一集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走跳新竹书店界三十几年的大前辈 他经营的书店是新竹人的阅读基地 也是所有青大学生的共同回忆 他自己也在这几年 为台湾的独立书店发展做了很多努力 欢迎水木书院的苏志宏,苏老板 大家好 一开场在讲的作者的作品是 怀胎十月 那我就想说 我们书店好像是从作业子中心 免费的作业子中心开始 一直到大学 所谓到大学一直就说 我们从作业子中心一直要陪伴 这些书籍这些作者的出版品 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子 开玩笑了 我应该如果以新竹来讲 我在新竹的书店业界 应该只能算中生代 因为三十几年跟在我们 算年轻吗? 中生代 没有很年轻 一定有比我们这个更年轻的 但是跟目前还有少数的还在经营的书店来讲的话 有人已经经营超过六十年了 我们只是比现在这五年或十年开的书店 早一点点而已 所以不算 一点点也是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而且这几年 我刚刚前面讲 书店现在经营的很辛苦 我这几年每次碰到书老板 书老板就会说 我不开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 你下次碰到的时候 书店就不知道在不在了 应该是说 都要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都要做这样的预言 那当然这个只讲给出版社听 所以你有想过说 如果我今天 我明天就真的好 我书店不开了 你要做什么吗 立刻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再开的话 也不会是明天的事情 也就是说 它的确会是经过 我想一段时间 真的就是你已经无计可思了 那通常让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办法开下去的原因是 如果已经都没有读者 要进到实体书店 或者说来到这样的空间 书对它来讲是一点都不相关 那我觉得很可能就是 我这个书店可以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或许21世纪来说的话 对书店或者其他的很多行业 都是一样是一个新的考验 或者一个新的历程的开始 对实体空间 尤其是书店这样来讲 更是我们没有办法像20世纪这样去界定 就是说什么样子叫做一家书店 你当时在30年前开书店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梦想中的书店 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以我来讲的话 就这个来说 应该是务时与梦想是在一起 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进一个自己的书店 因为很简单 我从小在新竹出生长大 从国中开始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气门 那时候新竹书店多吗 不算少啊 国中大概离现在可能是四十几年前 算起来的话 新竹的书店 我的印象里面比现在多 新竹书店有德新 有大兴数据也是 那算新竹是比较有规模的书局 算起来是不比现在少这样子 那当然国中的时候 大概就是因为买参考书嘛 那小学的时候 因为开始有一些所谓课外的阅读 东方出版社出的那个 有注音的改编的那个小说 或者我们那时候有王子月刊这样子 自己真正开始去所谓逛书店 走进书店这件事情 应该是从买参考书这件事 但是很快的就走进书店 就开始会去看到 非参考书方面的书籍 你要进书店当了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自己的零用钱 有钱才有办法去书店 所以小时候就有利用钱 可以让你自在的自由的去书店选择 对我来讲虽然不多 但是是有 然后就会慢慢从参考书转到 一般读书 其他的书 对对对 我们所谓真正叫做书的啦 完全 所以你自己比较喜欢看什么样类型书 喜欢看什么书啊 现在回想的话 应该那个时候就 尤其是进入新竹中学以后 在学校参加社团 或跟着几位老师的启门 然后应该说阅读的那个世界 就慢慢地被打开 当然文学作品一定是跑不掉的 历史啊 传记啊 这些 就是从一个读者 一个想接触课本以外的书籍的人 然后慢慢地就是变成 经常有机会到书店 那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住在学服路上 那学服路上那时候就有一家专门卖 教大学生专业教科书的书店 但是它也会有少部分 少数的那个非专业理工书的书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代最熟悉的叫做 新草文库的书籍 然后还有一些年龄散散其他的书 你后来的书店就是水木最早也是在学服路上 对对对 那其实在我就是念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 自己开书店之前 其实我们家曾经租给另外一家书店 那家书店的那个 他的书的那个就会再多一点 也就是说非教科书 基本上他们都是教科书为主的书店 因为就是在教大博外校区 对对对 就在一级战区 这样子 我想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大学以前那样的一个过程 那样的一个经历 对后来自己选择开自己的书店 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至于说影响来讲的话 就是说刚刚所说的 就是我在从进书店去做一个逛书店 这样的事情 我对新竹书店其实是觉得很不 很不友善 所以很不友善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其实书店的生意 我看到的书店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早年书店的空间 其实都非常的狭窄 因为他想封到更多的东西 灯光照明的状况也不太不太OK 那最重要的是老板 老板会觉得说 那你就是来买东西的 那你要买什么 那你赶快走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接触到的书店 大部分都是这样 大部分 只有一家封城 例外 对 那其他的书店 其他新竹书店 大部分 大概都像我书店 所以这个就是跟你想象的书店 应该要 跟我自己希望的 因为到你自己想要找一些 有兴趣的书 那你就不是很快的买的书 那就要走 他是比较觉得说 你应该赶快挑的书 就赶快结账走人 对 可是你那时候 开书店 知道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是因为家里的店 本来也是租给人家做书店 然后来收回来 可是你那时候就是 自高奋勇地说 我要开书店 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做别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好像还在读研究所 对 这样讲好了 因为我念的是历史 那 当然你 之后你一定会面临就说 那你 要做什么 就是学业高一段落以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会选择就是经营书店 一个是在那个时候来讲 就是一个自己的喜好兴趣 也经常套在那个我刚刚讲的 学服服上面在两家书店 那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就是说听闻 然后再来就是早期 青少年时期 对新竹书店这样的一个印象 会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来 经营书店 我一定不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想那个大概就是一个想象 那当然讲到就是说 务实的部分就是说 你终究要有一个自己工作的选项 所以以那时候的那个当下来讲的话 其实开书店应该还算一个OK的吧 因为我想开的 跟我后来开的 其实是一个在大学校园区 因为大学校园区通常 不管校内或校外 大部分的都是以 要符合他们专业的需求 叫做上课用书的 可是我的书店没有 他们上课用书 你是说那时候你经营的那家书店 是不卖上课用书的 没有教科书 因为那时候已经 这样子听起来没有很好卖 这就是或许 那时候新竹有四家 算起来应该五家书店 是在以卖大学专业优书为主 当然一个就是现在在教大里面的华通 然后生大 然后大学书局 这三家都在清大 然后两家在教大博外校区 因为那时候博外校区还在 那博外校区的是全文 全文是就是我从高中时候就常去的 那我们家租给的那个是竹一 所以那个新竹是一级占区 可是那个占区是因为 因为大学的教科书需求而来的 不管是翻版的或者怎么 所以你开了一家没有卖教科书店 反而是特别的 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然 教大跟清大可能90% 在我那个年代 1971年 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念非理工的学生的比例非常的少 那当然我也没有去想 就是说教大清大的结构 我只是想说开一个自己 喜欢 有那个能力可以开的书店 那我熟悉的就是非理工 非理工专业科目相关的 其实是属于人文这方面的 所以我的书店是那样的书店 可是我开起来了 我后来有想过这件事情 以那个主流来讲 我可能就是那个非主流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说 主流非主流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 可是事实上教科书来说 大概是开学的那一两个月 大概就定生死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修这本课 你可能很快的就决定 你需要买哪几本书 那买完以后的 就是既然买到书了嘛 就是可以那些书而已 那是课程 可是相对我的书店来说的话 其实不管在开学的时间 或者过了开学以后 其实我自己所经营的这样的书店 一直都是有学生 而且是较大的学生 因为我就在博博海小区 所以真的 如果让学末书院 就是能够在清大立足 其实前面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我在博海校区 教大学生老师 当然我想可能也有 经大的学生和老师 但我觉得比例上可能 那时候不是叫水墓吧 那时候叫学府书院 因为在学府路上 对 以现在讲的 那时候开了一家在新竹 算小清新的书店 因为不是以教科书为主 卖一些文史者相关的书籍 对 就是非理工专业 非理工专业 我通常都会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对比 或者也不叫区隔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几乎全年扣除寒假之外 因为一本年暑假 其实都还是会有些学生留在学校 那那个书店 旁边周围都是以餐饮为主 所以呢 学生基本上大概就是 吃饭的时间跟傍晚的时间 甚至到晚上 没事嘛 或者可能念理 专业的时候念烦了 就会出来走一走逛一逛 吃饭顺便看看书 我大概就这样活下来 所以我都会觉得 教大的 那时候我在博外校区那段时间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让我 以现在来讲说不知天高低后 因为你在一个 以理工为主的大学校园 去开了一个非理工书籍的书店 竟然还能够活下来 那时候指卖书吗 还是校园带书有文具 有文具 有文具 有音乐 音乐就是 那早期我们 大部分都是录音带 卡式的录音带 这样子 那因为我本身 从高中开始就接触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是主要的 然后会有一些 西洋的歌星音乐 那我们那时候 大概民歌也刚开始 所以 就是 音乐的部分其实是很重要 所以在近代的店里面 也是会有这样子的 背景音乐 是古典音乐 对 那早期 因为没有著作权法 上面的一个限制 现在就不行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是 你期望 就是往你期望的书店的样子 跟当时新竹 其他的书店的样子 有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 可以希望人家进来 多逗留一些时间 看书 然后听音乐 就是一个我自己 曾经 希望在新竹有的书店 所以呢 我们的书店是可以做下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 形态 从一开始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是 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些元素 其实是 在最早 经营第一个书店的时候 就已经 电力下的 当然这听起来就是一个 已经构筑出一个 比较美好的书店 可是经营还是辛苦吧 因为毕竟是做生意 真的 那个时间不会 跟现在差异很大 跟现在差异很大 一点都不会 真的 我大概前五年 在我去服役之前 书店都是自己经营 好 自己经营 对 就在学服书院的时候 所以呢 从早上开始的 开门打扫 整理 到 那个时间大概早上 可能八点九点左右 就开始 然后一直到晚上结束 可能是十点 十点左右 这样 所有事情都 自己一手包办 算是艺人书店吗 艺人书店 因为 因为第一个 他也是家里 我第一个书店 用自己家里的空间 所以 基本上 大概 如果以现在来说 开书店的 三个主要要素 一个就是 你要有场域 那通常都是租的 然后再来 人事 那因为是自己经营 所以也没有人事 上面 那再来就是 你有没有生意而已 所以 相对的 就是 在 所谓压力上面 大概会比较小一点点 用这样的方式 自己想要的方式 去呈现的 那其实 他是OK的 所以后来又有动力 前进更大的 书店空间吗 没有没有 我其实 会到 清大师另外一个 因缘 甚至这里面 还有一段 我曾经在 那个 大学路上面 因为 后来教大 移到 广府小区 对 慢慢的 不爱下去的学生 就 越来越以广府小区为 那个 所以我曾经在 这对面开过 书店的 短暂的时间 对 大概只有 两年 可能两年 所以有追随着 客户的迁徙 然后有到这边 一段时间过 基本上 我会这样形容 教大的学生 是我的医师父母 如果不是 一开始在 学服务 不爱下去 教大学生 这样的一个 以现在来讲 叫做 支持 相挺 那事实上 是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 在一段时间之前 就是 不管是校园内 或者校园外 有一家书店 其实是 学生的需求 可能可以为他们 大学的生活 带来一些 就是不一样 这样子 而且因为你选择了 书籍的差别 是不是这样 在彼此竞争上来说 也是有一些 避开了一些 市场竞争的问题 应该这样说 就是 其实竞争这件事情 可能要做一下区分 也就是说 当主流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投进去 那当然那个竞争 在所难免 事实上 刚刚讲的 这样的定义 在那个时候 我的印象 大概是 民国 八十年 应该说 从我开书店 之前 一直到 我进 清大这段时间 我其实是很 很压抑或者很强烈的 感受到说 他们之间 彼此的竞争 因为那折扣杀的 非常厉害 折扣杀在那个时候 早就有了 只是不一样 对 就是 现在我们所谓的折扣杀 其实 很早就发生在 大学校园区的 教科书的竞争 对 那个竞争 真的是 非常的激烈 异产的惨烈 他们要去抢书 抢书 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要跟 就是 印这些书的 这些专业的出版社 或者代理这些书的 专业出版社 要有关系 要有交情 要有什么 这样子 不然 拿得到那个书 不然你拿不到书 那为什么 譬如说 这个是 加大电污 要用的 某一本书 那学生 就是电污 需要用嘛 那 学生就这么多 如果 AJ啊 书店 把书拿走了 明天那家书 就拿不到 所以呢 他们就要 使出 浑身解数 那就是 就是要竞争 用各种方法 可以说 必须 打得 你死我活 那 很清晰 我没有 没有 再早些没有加入 这个战局 我后来是 因为到了清大 而且 也是 在清大 开始以后的 几年 才慢慢的 被要求 要有 跟他们相关的 这些 专业的 所以你刚进 水 木 就是进清大 然后开水木 书院那时候 还没有教科书 学校是OK 我没有做教科书 学校还没有说 你要做教科书 学校只是想要 有一个 看能不能 是 比较符合 他们期望的书店而已 而且本来 清大是要自己经营的 所以在你进去 清大之前 清大本身 没有下源书店 有 清大 在我来清大 因为我就住在清大附近 清大街上早就有书店 比如说 幼师曾经在清大里面开过 幼师 对 那竹一也在清大里面开过 早期竹一 他全盛的时期是 在教大 在清大 后来他搬到博外街上 都有书店 因为他就是 所以那后来为什么会 你有机会可以进到里面 而且这一座 很少校园书店 同一家书店 在学校里面 待这么久时间 在台湾应该非常少吧 现在比我久的可能 可能剩没几家吧 对 因为本来成大 上一家是比我久 但是他第二代 也退休了 我不知道傅文 他们在 某几个学校里面 因为傅文成立的比较早 所以有可能在 他们在 少数学校里面 的时间 比我还久 不过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就说你怎么样子 跟随着时代的演变 去调整自己 然后还能够 就是 以 书店这样的一个 形态 或者心态 存在 所以 你在问 就是说 什么时候结束 当书店不再是书店 当书店没有书的时候 就该结束了 当书店没有书的时候 就是现在有可能 未来 我在猜测 书店就是一个空间 那也许有书店的名称 但是他可能会有新的定义 所以呢 或许没有什么书 或者少少的书 也叫书店 所以书店 进什么书就很重要 你自己记得 你当时进的 什么样特殊的书 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那个时候其实 就出版业界本来就不多 那几乎主要的出版社 我大概都会去跟他们联系 然后争取他们的支持跟信任 然后就直接往来 就像我们现在跟交流出版社是一样 所以现在一些还在的 比如说像远流啊 远景啊 甚至刚刚讲的那个 出新材文会的制度 那时候的五小 就是二亚九哥红饭 中文学跟大地 这些出版社 对 都是直接跟他们做往来 商业上面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进书都是你自己挑书吗 当然当然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子 有印象深刻说 哪一套书我一定要出现 其实早期的出版品多 那能够选到 因为我们的书店 如果以现在来讲 它算是一个中型规模的书店 我是指数的数量 倒不是在它的 平数 对 场地多大 我的印象里面 我们的书店大开 那时候应该就可以容纳可能 两万本上下的书吧 现在没有什么书店 有两万本的书了 那几乎国内能文领域相关的出版品 出版社 我大概都会那个 而且早期的书 其实除非是比较 就是说以抄袭为主的出版方向 我不会去那个 那当然这不是在讲地域上面 就是的确那时候在台北以外 某一些出版社会是那个样子 就是他们的出版物 可能就是 以现在来讲 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不严谨 就是能出就好了 所以像那样出版社 我可能就没有往来 那其他的几乎 尤其是在台北的这些 主要出版社 都有往来 所以他们出的书 我大概也都会在书店里面 呈念 因为说真的不像现在每一年有三四万的书 没那么大 以前大概一年我在想几千种的书 等于你的书店其实可以容纳这么多书的 所以选书上面来说一直都是蛮丰富的 所以刚刚说除了就是说理工领域 专业领域之外的书 那我的书基本上都是中文的书 没有英文的书 因为 以本像树林 我其实以前就是树林的读者 会常常到树林 但是没有到进华的话 大概不太会特别去连接到 就是说书林有一些是属于 文学类跟文文类的那个英文书版品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需要在书店里面呈念 所以最早都是贩售都是中文书 中文书 就是后来才开始 因为等于学校要有 到青大以后才 不是学校要求 是那个环境让你必须要去 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 去符合他们的需求 这样 所以也是就是那个环境上的改变 所以等于是读者需要 我去找他们需要的书进来 对 很多学生 很多读者 你看如果说在青大水墓是33年的时间 应该在早期你比较常占柜台的话 应该有很多读者是跟你已经是 就是认识很久 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 后来又回去 有这样子有变成朋友或是什么 现在在青大教书的老师 我在经营书店的时候 他是学生 所以就等于说 从那时候认识到现在 那当然就是 学生时代的那个身份不一样 我是书店的经营者 他是学生 对啊 那以那时候我的年龄 二十几岁 跟他们差距也不是很大 都是差个 差个几岁 这样子 所以 就是还 就有点像 跟他们相似 他有点像称兄到底 这个样子 所以 的确有 几位 到现在都还是 很好的 朋友 那当然现在 他们有些当老师的 他就是老师 我 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 身份不同 这个会对你的书店工作有什么 造成什么影响 什么改变吗 不会 道士涵 我觉得还好 最近那个刚好有 校聚生老师的学生在做 跟水木或者跟我 相关的一个记录 所以 我就跟他们讲说 那这些老师 那时候曾经是学生 现在是老师 或者 有一些那时候就是老师 那现在还是 一样是 就是 很受我敬重的 长辈吧 那 如果你们想要 真正的了解 你们继续采访他们 我不介入 我突然想到一个 其实就是当时在每天在书店看 会有很多学生啊 年轻的学生到学校 其实很多故事也在书店里面发生吧 当然 你可不可以眼睛也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一定会有啊 就是 我算是已经离开学校 然后以书店为自己的工作嘛 对不对 那这些学生就是 要么是刚进入校园 要么就是在校园里面已经 混了一段时间 那 当然会看到 形形色色 那 新大加拉学生 虽然我的书店 正在 可是我知道 在一段时间之前 其实 不少的教大学生是 会到那边去的 是 然后 也是因为这样子 也认识的 几位就是 比较有互动 比较 谈得来 然后是教大的学生 那当然大部分会是清大的 清新的学生都有啊 他们会跟书店 在书店里面发生 书店就是一个可以混的地方 所以 所以 以前 就说 我刚刚讲说 原先在家里 大概书店 大概都是到晚上四点 后来在清大 有时候可能就跟他们 混到 十一年 所以你的年青春时光 跟了清交拉学生 在书店里面打会 可以这样讲 所以 所以当然就 那时候当然有那时候 他们 学生 世代的 事情 尤其是跟 台湾整个的 发展 相扣合的 尤其是学育方面的事情 所以也会有一些 就是 对于 比如说民主 或是一些的想法 在那个地 在你们书店里面 做一些 我们书店里面 本来就有这些 书籍嘛 如果 以那时候讲 要读书吧 没有 其实我的书 都是被政府许可 因为那时候 还有本是 被政府许可 出版的书 那当然有些是上架了以后 后来 不能上架来 对 因为 1987才戒严 我当然也是1987的时候 进去 可是 以往的书并不是 在87年之后才出的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书 因为 变弃 尤其是杂志 所以 那时候我的标准很简单 只要政府 没有说no 那就是yes 那当然 还是会把一些 我自己觉得 不很OK 那不当不很OK 并不是指 在所谓 意识上面 对意识 思想或者言论上面 可能是 譬如说 可能是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不OK 就会让他 进到书店 但是 只要是跟 跟刚刚讲的 就是 思维 思潮 这个的 我觉得 标准很简单 政府没有说不可以 就可以 就这样 尽量提供更多的 书的选择 对 因为我想 读着他自己 也是需要去 培养自己 在判断上面的 一个能力 你是怎么样 看待这些事情 那你可以从 你自己的阅读 从你 跟 学校里面的老师 或者跟你的 同学之间 你会去找到你自己 这个听起来就是 因为 从后来进到选目 就是进到选目之后 营业的书众 也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配合 等于读者的需求 可是 生意也是一如既往的 好吗 一开始 我想 大概在 网络 还没有兴盛 之前 所以最大的杀手是 网络 应该就这样讲 那个推动你 需要去 因应时代 的那个力量 叫做网络 我可能不会用杀手 这样的方式 来形容 后期的伯克兰 大概就是这十年 假如说 现在是2020嘛 对 可能在 2005以后的 因为 网络的一个 从门牙 发展到新盛 到现在是全面 现在没有人跟 网络 是能脱离得了的关系 它已经变成 你身为一部分 那早期为什么说 因为我认为 早期在 学校里面的书殿 是学生生活的 一个部分 但是 现在对这样的 想象是 越来越多文好 或者说我们要 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这些文化 变成不是文好 也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一个 曾经叫做书殿 里方 现在他也希望 他叫书殿 或者未来 他还希望维持书殿 然后呢 是可以成为 学生生活一部分 那到底在这里面 你要怎么呈现 怎么去改变 怎么找出新的方式 对 我还在摸索 这摸索的时间 非常长 非常长 已经差不多 四年的时间 因为一直在变化 中间真的有位 经营所苦吗 跑过三点半 我们是这个讲法的 还是还好 以我来讲 我没有跑过三点半 是还好 那因为 因为我只有 做这件事情 当然现在的 困境的是说 比如说像 这两个月 疫情的时间 那你要维持书殿 运作的 基本的那个条件 就没办法达成 这像要人到书殿来吗 可是这两个月的情况 就会不好 对对对 那甚至书殿 其实很简单 你要有收入 对 可是收入没有了 或者大幅的减少 那你怎么办 好 那这两个月 当然就是 很明显的 尤其我刚刚才 看到四月的 营运的 报表状况 就知道说 如果这样再持续个几个月 大概就不行了 就要说再见 因为你没办法over 如果都没有做调整的话 比如说减少 营运的时间 减少工作人员 减少营运的时间 主要是要减少工作人员 你养不起这么多人 如果你还要想 这样子的地方 再过去 再持续下去 那你一定要 所以我曾经想过 说不定 之后 我自己又要跳回来 回台 然后可能只能有少数的 一两个同事 我没办法 afford 这么多人力的开销 当然你的支出降低的话 尤其人事上面的支出 降低的话 会有帮助 那当然对这样的一个场域 学校的这样的那个 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这个校园的人数 只有越来越多 一定是把书店摆在最优先 没有真正好过三点半的 是 家人是持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每天都看 不是说每天 就每次跟你联系 就觉得你非常忙 非常多事情 忙的事情不是家里的事情 但是书店的事情 其实是你 应该是自己个人的本业的部分 基本上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就是自己当家做主 没有什么家人 知不知识 如果早年的话 的确就是家里的人 知不知知识 可是他其实 都一直是在一个 很OK的状态之下 就是你可以靠这个来 找到自己的一个 也还能活口 生活中心 没有问题 活口其实没问题 因为生活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 也可以比较那个 但是我们选择简单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但您说现在不用担心 这部分知识情 好 这个书店结束掉的话 如果有一天 这个书店真的结束掉的话 那边大概也还有几百万吧 我把书版给交到出版社 交到出版社 是寄售 所以可能没有 可是我有很多出版社 现在书是从有三书月来 所以推回去 不过我想到那个是最后最后 不得不的那个吧 所以真的有那一天 你就有想过说 那我要做什么新的事情吗 还一大堆事情 因为你现在就是很多一大堆事情 除了书店老板的身份 其他真的是有农学 想农士级嘛 对不对 然后友善书业也在忙 所以其实很多次啊 就是不担心 就是说醒来没有事情做 还是一样可以有很多事情 你到了一个年岁之后 其实已经不去 以我来讲 我不太在意 就是说明天会是怎么样 今天是最重要 所以你不用去想说 哎呀人家说什么 当你退休到那个 你的人生高一段落 你可能要准备 多少钱才能退休 对我来 那个是假命题 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今天醒来 你眼睛打开 又是一天 那就好了 我就做好今天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好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会有没有 或者会是什么 那当然这不是一种悲观性的那个 这是一种 对我觉得这个就 另外的乐观 对于当下的掌握 就是我能做好今天的工作 或许就是像我讲的 其实虽然我是念文课的 然后人家觉得 我念文课可能都是比较 比较讲得好 比较浪漫 可是不是 我觉得这上面 其实它是 它必须是要无视 当你周边的朋友 还有你所看到的 你所关心的 人事物 你会发现 就说 真的你不用太 太把重点放在 所谓今天以后的 明天会是什么 who knows 不知道 但是你们被灌到 哇糟糕 明天不知道会是什么 没有必要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还是继续的 为了书店能够维持下去了 去思考 有没有什么 转型的 或者是 对我们来讲 我们 不会坐以待毙 总是 总是想说 还可以怎么样 其实一直这几年来 水墨出院在 书籍的摆设上面 跟贩售的商品上面 也一直都在做调整 如果以这一块来说 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给还有意愿 进到书店的人 包含学生 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那现在困难的是 愿意进书店的人少很多 我觉得 我们一直是把书当作 在书店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 书还是书店的本体 对我来说 我是为了书 而持续这个书店 当大家不需要书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他告一个短路的时候 那这一课会不会来临 为什么时候来临 我不知道 我们身为出版社 我们也希望 我们是希望他不要来临 对于学校 当然包括甚至比较大 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华通最近要转换 也会希望说 有一家在 新的书店 能够来做这样子的空间 有吗 Seven开了一个书店 那不一样 可是人家讲书店 对不对 他应该是 记我所知台大的第二个 所以我没去看过 现在好多的Seven都有 可是那就是 博客来的书籍在那边 不太一样 但是也许就是 未来新型态的书店 搞不好 对如果还有所谓的读者 他们这样就OK啦 我们不晓得 我们做出版社的跟书店 其实大家共同去思考 未来的书在什么面向 在什么地方去 让读者收到 让读者看到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的思考 困难 你可能可以去check看看 现在这些学校有没有 博客来 这Seven里面 有没有交到出版品的 没有 你看 不管在青大这边的水墓 或者说 在滑通 但滑通 本来就应该扮演学校 出版品的一个传统 那当然 对 至少我们都会觉得 这个部分 就算很少人来看 就算很少人来看 但是对我来说 那个就是我们能做的 我们作为一个 这样的平台 我是有选择跟决定权 那我选择跟这几个 主要大学出版品合作 比如我有台大的 出版书 我有清大的 我也有较大的 虽然感觉 清大 较大 在很多方面都是 所谓的相互竞争 对我来说 他们出版品 OK 够好 值得在我们书店里面 被看见 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除了书店之外 其实你其实他还有 好多的身份 这个跟经营书店的 不同之处在哪里 比如说有一些 刚提到的东西 就是市集啊 还有 但这个是比较特殊 而且我后来听说 有一个什么 食物银行 是 这都是你这几年 也都蛮积极投入的事 对应该这样讲了 以往书店是一个 非常个人 就是说你一个人 其实就可以 把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空间场域搞定 如果你想把它做好的话 以前是有这样的机会 那你不太需要 就是说跟自己以外的 那个包含同意 或者什么之类 有比较多的接触啊 就是保持一个 还好关系就好 以我来说的话 我在新竹这边 都跟各个书店 就是至少我们在 维持一定的 就多一个朋友 会比多一个敌人好 所以我其实没有 共好的一个概念 共好也是 太理想化 这些年才出现 以前没有 那你说进不竞争 以前多少 因为只要有所谓的折扣 就会有竞争 譬如说 其实我也跟全民很好 但是 以前有没有竞争过 但是有啊 因为他的折扣会比较多嘛 那读者当然 就会有所选择 可是你 你找到自己的 那你说我跟华顿会不会竞争 当然也会啊 可是你想想看 他教育师做的那么好 这都给他做就好了 跟何况教育师赚钱 干嘛呢 就给他做就好了 他做新的教育 我做二手的 OK啊 自己产生一些 自己去找那个 所以就是至少我们 不会说因为 是同业的关系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在我国高中的时候 我看到的 我们租的这家 租一这个书店 跟我常去的全文 他们就是死对的吧 就是不讲话 我觉得 我跟两边都OK 这个当然 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所以后来 开始去让一些很多 同样在做一样事情的人 去做一些串联 你去拉成 把他们拉串起来 这十年 当然是因为 我接触了 世纪这一块 跟小龙相关的世纪这一块 然后去体悟到 哇 原来有一件事情叫合作 有些是实质的合作 其实一群人 在一些共同的信念之下 是可以一起 把一些事情 做出来 甚至有些把它做好 这十年的变化 让我走出 就是说 从一个个人书店的经营者 到一个尝试 以合作的方式跟态度 来进行一些事务 所以你看到的 初青年律师集 或者像 有权水合作社 或者 刚刚讲的 事务银行 这些其实都是 大概都会比较属于 非盈利供应面向 但是 那个合作其实是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那也许也是现在支持你 在往下的动力 也是添满你的 你每天充实的生活 没有 反正就是每天都有事情 我们要讲一讲 我们其实大概 聊了快一个小时 就是说 我们之前要约那个 苏老板来采访的时候 就是每天可能打电话 什么时间有空 什么时间有空 时间非常难瞧 超级忙 没有啦 没有很难瞧啦 就是因为 一定是 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 是配取的 才OK嘛 对不对 对 因为真的很难得 因为我们开了 这样子一个 Podcast节目 很想说来跟大家聊聊书 聊聊书店人 有时候我们知道 书店的一些故事 但对这个书店老板 因为现在真的是 看一家书店 其实我们要先认识 书店老板 他的选书不同 然后呈现出来的样子不同 虽然说水墓是一间 非常 等于说藏书 算相对丰富的一家书店 可是 让书老板的经营方式 就会让水墓 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在30年前 应该算 当时算特殊 非主流 非主流 那时候的文青书店 但是可以持续到现在 一定有一些 我们一直很希望 它可以继续下去的啦 所以也希望 大家都能通过 这次的疫情的考验 然后大家再回到书店 去感受书 真的是 触摸到那个书的感觉 去选书 透过书店老板的眼光 去看到这些书 我想真的是很不一样 不过我想 我还是需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 对水墓来讲 它是 有 共同的工作团队 所以呢 我现在 做的是 决策的事情 所以 我才有办法 跑来跑去 就是 我要关 我要关注的是 书店要怎么 我认识的一个同事刚离开 然后也很幸运的找到一位 新的同事 这两位同事恰好都是 曾经在金达念过书的 那我觉得 他们在这上面是OK的 那 以新的同事来讲 我就会陪伴他 一阵子 然后我会 给他一些 我自己的经验 给他一些建议 我跟他一起讨论 但是我想要让他 自己去看一看 可是 基本上 他都还是在 从我经营书店 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们还是保有 那个架构 调整的幅度 不会非常的大 不会 突然转到一个完全是 所以会有一些新的气象 因为 就是 其实现在变是一个团队的 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会有一些 不同的样貌出来 但我们也会 期待 可能新的朋友进来 因为我们 我们一直跟水木合作 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些 小型的书展 对 所以也很希望我们可能 透过接下来 有一些不同的 合作方式 不管是 真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问你吗 你的 你的那个回头书 接下来是商业时间了 好 所以希望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 共同的把书 然后甚至于各种 阅读的可能的形态 能够呈现给读者 那今天谢谢 苏老板来跟我们聊天 这里是 NCQ Place 做出我们的Podcast的节目 那希望下一次 再介绍新的一些书店的朋友 来跟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